实际上均分这一点 如果说KZ两个人能把他们的均分给往上拉 那这样子就能把子甸的这个分叉给他顶回来 对 看一下王独直接选出了特洛伊 KZ还是花落下海吗 看一下 还是的 但是这张图我觉得对于KZ来说 虽然说喜欢选也确实有自己的理解 但是现在他们选出来 其实其他都不再惧怕了 能够拉开的分数其实并不是很多 是的 R8总部那这边的话你不选就给你搬掉了 这是B8队长 龙击壶 今天感觉大家都不是很想哪张赛道啊 那天鹅宝出不来了 一定会搬 可以在这边第二首老街 针对了一下安逸 对于Estar来说今天的这首汪图的话也是 比较多了 对于Estar来说今天的这首汪图的话也是 在寻求一些突破吧 特洛伊环城的话 其实这张图在加入到联赛以来就看过阿尼发的一些计时嘛 但是在近期这张图登场率确实高 而且自身的路线保证的也很好 而且在前期可以先把机甲就打掉 而对于KC来说的话 其实需要在每天的比赛当中把自己的那种气势给打出来 因为拒绝实质我觉得接连的高富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需要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状态的 首图三张图 每一张图其实选的都很合理 因为特洛伊环城基本上就是固定把序列给用掉 然后花路下海也是KC的老王图 就确实啊 来到宁总我们现在这个2V这个赛制固定久局的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大家都会很默契的用筒车 对 就哪怕一辆A车一辆机甲 大家也都是非常的默契 并不会有那种特别大的赛车的差异 然后后续可能会围绕着他来打 到目前来说还是没有 对的 就能想象得到打出来这种战术的点就在于 你进入到加赛之后的困难度 但其实大家从秋季赛已经倒到现在了 太熟悉了 唯一不一样的点就在于你可能在第七局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着有可能在第七局把比赛给终结掉 因为必定会进入到第八局第九局 而且以前可能我们会说 有的时候我们去研究战术可能会更加的围绕星图 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去打星图更多的就是打了一个熟练度 因为可能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的话 大家也并不会说我去分散自己的经历练很多车在这张图上 是的 所以就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机甲的使用 在前期消耗掉了之后啊 来到后半局的时候 你选出一张星图就看你的赛车使用的熟练度了 练度啊 星图考验的都是练度 因为大家一张星图出来的情况下都会去练一辆机甲 最强的机甲的同时 你要再去练一辆一车 这是我们可能一直以来的习惯 但现在目前看下来两张星图 呃 只有一天略影是会开到机甲 呃 会开到流火 嗯 机甲跟流火 原机或者流火 是的 然后呃 十个一技的话基本上就是哈雷特了 是的 这个机甲的使用比较固定嘛 所以在前期如果能够把这些机甲给打掉的话 再选出一张这样的星图能否打出效果 真的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的 感觉是可以打得出来的 但是确实就会我们之前提到的哈 在短时间内你能不能够分散自己的精力去练这个新车了 对的 而且这其实也有代价 代价就是你需要在前期用你的王图 嗯 去打掉几角 是 再来实行你可能刚刚你们俩讨论的那个战术 嗯 所以说难度也还是有 嗯 而且这个赛制大家准准备的时间没那么长 对的 嗯 像昨天我们看到就是阿诺和宁星的那场solo 哈雷特和哈尼斯的对决在一共青花 宁星的这个哈尼斯最后翻盘了 是的 就很难以去想象嘛 所以说在二位比赛场上 如果也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我觉得就真的非常的舒适吧 嗯 但是这个的话可能我觉得除了我们说到的 有这样的呃 赛车的差异的情况下 你还得真的是要有特别强的一个状态和实力 才能够有宁星泽天的这样一个表现 是的 同时还得带点运气 对 运气是一部分吧 你看在后期这个后追啊 包括说极限性跑的都很好 就运气也有 然后你实力也得有 是的 然后像我们再分析一下 你看像这一周的这个首都 西部矿山 嗯 就也是一张挺运气的图 因为你起步出来之后 它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不到 嗯 所以说你在后追的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路由咋 你想要去通过后追去反超 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特别是在2V里面 对 在2V过程当中 我觉得KZ和E-Star 两支队伍需要保证的是什么 一方是KZ 面对到新人选手 那我觉得就是针对一些 可能在之前不太熟练的地图 那如果是E-Star这边的话呢 可能围绕着几张对吧 KZ的王图就打一些反制的赛车嘛 嗯 就就像这个手徒自己选了一手 透了一环城 可能在某一张对吧 序列上可以发挥的地图 那就前进给它打掉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 KZ这一支队伍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说 如果说他要去针对子连 可能就是得针对他 不太擅长的赛道 是的 那我觉得像KZ这这支队伍 就是感觉给人的印象是那种 就是他们也挺固定的 就是他们的赛道 可能就是属于他们的烙印也很深 就感觉你并不会想象的出来 有特别多的赛道是符合他们 就可以拿出来 就当支撑法宝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点说的非常的对 因为KZ你去仔细一想 他们不仅仅是选图上面固定 他们的跑图风格也很固定 这感觉是一支很稳的那种 对 现在说到KZ我觉得大家都能想到的一张地图 你知道花落下海 对啊 包括阿尔巴总部超前基地霍比特之旅 还有什么头脑 基本上你分分赛段对吧 你说的这几张图有的在前期 有的在最后期 他们可能就确实有点像教练在他们今天比赛之前 给他们布置这个任务 你们可能今天需要打那几张图 你们把这几张图练好 然后具体的跑法是怎么样的 你们去给他完成就OK了 对 他们并不会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会去给你做一些 可能像沙士考位啊 或者说一些实战的这种挤那些很强 高强度的对抗 他们很少 就感觉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会少一点点 还有什么就是阿毛的秋名山 以及雪山之巅 这几张图算得上是KZ在我们印象图持当中 最长选的几张赛道了 但是啊 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所有人都知道你会打这样的图 但是你确实很难以去应对他 再去跑得很好 嗯 花落下也就是一张典型的例子 对 所以说你要么能够在名牌的情况下 保证自己能拿到这些分数 要么就是嗯 换嘛最好有的时候 而且其实KZ他们包括像秋名山啊 霍比特之旅啊 他们想要拿出这种图 他们需要触发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可可的 对那其实说完这两个队伍啊 我们这一次也是有这个急速之夜 包括在总决赛的时候也会打完之后嘛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线下的也可以一起参与这个急速之夜 这个是我们在年度总决赛首次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见面 而且现在是有开放投票的 对吧投票可以给自己喜欢的选手去多投投票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没准对没准就能够真正等去到线下的时候啊 看到自己很喜欢的选手了 是的而且在这次我们年度总决赛赛事上面大家也得到了一些了解 包括地图的加入赛车的加入啊 我们也是看到因比赛环境的因比赛环节一场 目前赛事暂停正在调试当中 请稍事等待 嗯 刚才可以再聊聊吧 我刚才提升头脑风暴啊 在想 KZ如果说今天想要去针对紫颠的话有哪种路子呢 嗯 但是这个也是得待会再说了 是的 那我们先稍事休息比赛马上回来 是的 好的欢迎回来啊 那接下来将会进行的就是我们一大队对战KZ的比赛 嗯 刚才说了这些班图啊 嗯 也分析了一下两支队伍在现阶段的一些短板以及优势 话说上回 那在 呃 咱们暂停之前 再来想的就是如果说KZ这支队伍他们想要去针对一大 嗯 他们现在当前百分百胜率的话 嗯 可能选人针对 因为如果说你要针对安妮的话 其实难度还是有点高的 对 因为安妮他自己的那个充限率 摆在那 所以说你想要针对紫颠 你针对紫颠 那你针对紫颠的情况下 就像你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种可能 包括机甲的问题 对 以及包括你可能在 前期把序列用掉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把 呃 奥尼娜之类的也给他用掉 然后再去打一些 比如说你把 莫高窟这类的地图 嗯 打成你没有惯用的那种赛事去打 就比如说用圆击啊什么的这种 这种来进行打 是的 就来打紫颠这个可能你 打你练 练车没有练那么多的这种点 来了 首图西部矿山 但这些都是后话 还是得看你前期谁能拿到这个比分的优势 没错 那先来看首图西部矿山 四辆麦凯伦 来吧 大家也是久等了 先看起步 那这一次的起步的话 阿茅绿山下风 是的 但是也没有龙头太多 嗯 第一个弯道之后的话 阿茅仍然还是处在落后的位置 不着急啊 就尽可能的在前期避免和对手的对抗保证自己的节奏 是反正 他们自己上墙 那现在连带一下阿诺吗 想要带但是没有带到太好的效果 是的 这个ECU过后啊 其实阿诺这个晚出完反倒是影响了一下阿尼的路线 没错 反正乌鱼这都能弹出来 但后面阿茅被带到了一下 嗯 现在是阿茅一个人在1.4秒 但前面是阿诺在领跑 所以说情况也是比较好 对的 对的 连带的队友 对内对抗啊 那现在后面三个人都是1秒之外了 阿尼的话还在1.9秒2.0秒红跳啊 阿茅的这个弹设很明显啊 他感觉最近弹怕了 想要求稳着来弹 而这边阿诺的话 最后的一个快出可以充现 全部都他们9分 KZ这一局赢2分 是的 可以第一局的优势是在KZ手里了 嗯 但是感觉其实像紫甸这位选手 确确实实 他在处于一个后阵位置的时候 看着是没有像阿尼那么的让人感觉安心的 因为 他在就是在那个劲道点出来的时候的话 确确实实是和阿尼发生了 对内的一些碰撞 距离太近了 对 距离一近可能对于一些新手 或者说新人来说啊 就会多多少少会去 心里会多想一点事情 怕自己失误然后再连带 但是一旦有这种感觉一出现 那其实他发生失误的概率就会比较高 对 就感觉从那个时候 你没有特别去专注你就是赛场上你的范灰了 就没办法 对 但阿诺这一局还是比较冷静的 在奇葡没有冲出来的情况下先去跟着 然后阿尼的那一波失误想要连带阿诺 但阿诺也很聪明 把自己的车身给稳住了 对 他其实入弯没有那么着急 他是看清楚路线之后才去走的那种感觉 对 就哪怕我现在跟你是并驾齐驱的 但是我不要因为自己的着急 我要先入弯我要去抢 他没有这样 慢慢找 对 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路线再去走 开局两分 接下来的话是伊萨的王图 特洛依特洛依特洛依环城 四辆训练 哎这一局 阿尼这第一个弹射 他内道把阿诺给弹开了 知道 阿诺找内道 哎呦他这么快又追上来了 阿诺虽然起步可能 会受到一定的干扰 但是他自己的调整能力是很快的 是他会去找路线 但是刚才落地一个自表仪 现在 把交接棒给到阿茅让阿茅去后追 在这一张图阿尼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 而现在紫电的话是在第四 阿诺在他身后 哦四个人全印上了 来到第二圈阿尼仍然是在领跑的位置 而且现在阿茅的话也是够不到阿尼的 进入到第二圈 现在的这个距离啊 大家都还可以接受的 是 所以说现在就看阿茅能不能够反超阿尼 而现在紫电也慢慢跟上了阿茅 这里落离下来的断空 路线两边挤得太近了 阿尼直接来到了第一 阿茅 这中间没有发现太多的对抗 是的 就是这个断空跟得很近 是 紫电路线比阿茅哥 阿茅哥一下 喝到之后 淡气延续还是可以坐上的 路线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阿尼的这个距离啊 一直在跳秒的边缘 这里 弹射过来 紫电路线比较靠左 但是这里都是淡气延续的情况下 一路到终点了 是的 紫电是能拿下的11分了 阿尼会跳秒吗 看一下 1点 还是跳了 8点 那 紫电路线跑完之后的话 仍然是KZ2分的优势 对 而接下来的这张图的话 又是KZ的王图 花落下海 从前两天 花落下海这张图他们的发挥来看的话 就是确实也是拉不开太多的分数 但是大多数时候优势是在基于这边的 相较球季赛来说 这两天的花落下海发挥了亚帆班 主要他的对手现在跑得都很快 对 就感觉这个花落下海好像来到年度总决赛 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了 对 因为其实每天面对到KZ可能你每天都会打 那其实练度也会比较高了 嗯 实战16这件事情 对吧 嗯 有 也还是慢慢的会有很多人能跟得上 毕竟这张图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四星的图 他的一些难点没有那么的多 是的 是的 两分 而且阿诺其实这两天的花落下海啊 他的稳定性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主要是他以前有点高的领域 就他几步虽然冲不出去吧 但是他确实跑得好 对 他秋季赛的那个花落下海就是 来看一下四辈天形 阿毛是带到了润泽的皮肤 这个皮肤的特效真的非常好看 很显眼 哎 哎 阿尼的这个第二侧 是的 侧身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导致自己的这个淡气也是 有点 延后了 这个开局紫巅 伊萨的双领跑 但是我相信这场图的阿诺的后追 但是刚刚是KZ的双领跑啊 一个完他就让过来了 伊萨交完 现在是伊萨大的双领跑 是 哎 阿诺 阿尼 阿尼 双上拖飘 是的 赛程已经过半 现在紫巅的稳定性依然第一 但是阿毛已经跟在了0.2 一个弹射之后完成了反超 路线非常好 没错 路线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情况 而且阿诺跟得很紧 感觉随时有机会 向紫巅发起进攻来了 紫巅拧开 还是阿诺吗 阿毛你要动手吗 又没弹出来 这个路线太靠内了 但是这个弯道 阿诺路线是要弹的 弹过来过后 阿毛在前卫领跑的这个距离 0.2 依然很安全 是 10分啊这一局 身后一赛的两位的话 也是在同一里跑线 他没有追上来的可能 这个第一 会是阿毛 还是阿诺呢 看上去 应该还是阿毛 那恭喜KC 拿下了这个网络 又跳了 哇 2分了 4分了 哇 这一张花落下海 没想到在紫巅最后 还是 进行了一个跳秒 那可能通过这张图 能会感觉到KC也许哈 就是 虽然说大家都能够跟 但是优势只要在我这一边 那我们的这个领先的优势是 进一步的就是慢慢的在扩大 这还是稳 嗯 能赢分 那还是稳 而且确实在这张图上 就感觉KC给人的印象就是 但是他的路线选择就是会经常都很好 王谱罢 嗯 真美罢 就是在进到的那个弹射点 本来固有印象里面以为是只有阿诺一个人 在这张图上这个路线 掌握得好 但是我们忽略了这张图真的是 早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团队王图了 对 阿毛同样的在这张图上的细节也是很好的 三张图打完 目前一大失落后4分 那接下来的话就要进入一下对选图模式了 选图的话我觉得对于 一大来说有几张图啊 十句十者可以打一打 是吧 伊斯大喜欢打诸多际 嗯 然后 KZ喜欢打一号公路 选到的是角色江西 这是伊斯大的常规选图啊 也是一个同车图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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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是韩尼的路线 这里弹射过来之后 两个路线都一样 而后面的子田和阿茂 依然在这里不停的卡位 来到屋檐下落地下来之后 都没有出现失误 前面阿妮的路线完美 對 阿茂拖飘了 又和前面的子田拉开了一点点距离 这一局阿妮想要追到阿妮的感觉 没那么容易 嗯 0.4 但是前面阿妮的话有点小贴墙 给机会了 这一个弹射阿妮还是没能够弹过去 是的 是的 第一下名也上了 那 这样的话是可以我顾住自己的优势的 那阿毛在2.1啊 看看能不能够进到1.9吧 但是感觉有点难 感觉一直保持在2.1最后的一个落地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恭喜阿妮看一下阿毛的2.05 3分5 那这样的话只差1分了 这张图确实能够看出来阿妮的稳定性很高啊 那今天是办了一个阿尔华总部和星天鹅宝 那我觉得如果说让KZ选图的话 但虽然现在没有这个机会 如果有机会选超新基地应该是会考虑一下的 因为这张图打的这个E star 在上一次面对到KZ的时候就翻车了 虽然前面很稳 但是中间就稳不住了 就E star的超新基地感觉是他们的短板 对 这张图他们也不办 但面对到KZ KZ又喜欢跑 可能现在还有一分 是 还可以让E star再选一张图 彼此都可以接受 毕竟9局的话 大家在前期的一些选图 就没有那么的拘谨 感觉其实今天前面几张图看下来 此间的发挥还是挺不错的 是的 看 目前78和79 现在都是39分了 而且现在 但因为还能够选图 我觉得可以选一选 就是两个人都是 跑得很不错的赛道 而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这个 虽然说现在还在追分 但能够扩大优势一点 就更好了 这四局比赛 四个人各冲一次线 侏罗继 聊青 哈雷特 双十句 那 这首诸罗继选出来 可能是想要打在KZ的时续的 但是没想到啊 是 不得了 请他这样的话 阿毛的一号公司可以打出来的 可以的 这用车还是蛮狠的 哈雷特 而且刚才是子甸拿的哈雷特 子甸的哈雷特 正常来说 不是应该放在后比特打吗 那 变换路 是我的天 也不代表他 做这些用不了 那也行 而且这张图也是由一斯大选出来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用车的话 肯定也是对内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备战的 来吧 看一下这一把诸罗继的发挥 就看这辆哈雷特前行能够跑得有多快 持续想起来是有点难的 但是对于控车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但阿毛真的要听其实我还挺期待他能跟成什么样 这边也不能弹了路线已经被卡到了 但是阿妮过来之后的话有点小磕碰了 是的 其实阿毛艾奥琴如果能吃满特性的话 这这辆转还是很快的 哦 子连前面有失误 这一个叶再落地下来也跳不起来了 阿妮在开氮气 嗯 再跟上 但越这么追下去 阿毛会只会越追越快啊 对啊 哎 子连前面失误不少啊 现在身后两位选手的话都是在一秒之内 而且阿妮的话已经逐渐的逼近了子连 是的 而且阿妮的这个ECU只要开出来的话是一定会反抄的 一抄 对 但后面的阿诺也失误了 而且你要尽量保证不要有连带 直接比较过去可以这一波配合很完美 嗯 但是阿毛的话也是一直保持在一点多秒啊 三分了这一局 阿毛的这个出弯又蹭了墙 虽然还是一个1.2 但是小失误不断 嗯 而且也没有驾驶这辆有后追特性的车 发挥出自己的效果 本来 反超了一分 对 但是反超这一分我觉得是赚的 付出了一个哈雷特的代价 这个哈雷特打出来的话就很舒服了 是 感觉没有拉开太多的分数 下一次大领起两分 如果要打阿毛的哈雷特的话 我觉得就直接选一手秋名衫是可以的 还是说想要放在五星级以上的图打 我觉得可以直接打秋名衫 我觉得也是 就现阶段就把这辆车的优势给打出来 要不然的话拖到后面可能这辆车的优势就没那么大了 对 而且秋名衫的话也是KZ这边的王图 但是阿毛 其实他的哈雷特 以往来说更多用在11层 嗯 在11层的话其实阿尼不怕了 但是起步哈雷特确实快 确实快 看吧就看是想打谁的这样一个优势了 现在对于KZ来说就是可以及时的把这个赛车给打出来 嗯 挑选一个自己想打的赛道就可以了 看来上一局分数11 10 19 而且目前伊斯大只反超了一分 嗯 反超了两分吧 两分吗 对 哦一分 这一局是19哦这局两分 嗯 那其实不赚了 是啊 对于KZ来说是赚的吗 还是选择到的11层 A L轻 唯一的一辆哈雷特 嗯 L轻这样的车出来之后其实 没有人 没有太多人会觉得这样车在11层去跑的 嗯 看一下它的发挥吧 但有哈雷特在的情况下 它的特性性的完美发挥出来的 是的 那我觉得大概率是能有黄压快的 起步直接CWW 就这个距离 阿毛在前面一个人跑就好了 对 而且阿尼在第二也能吃到这个后续加车 是的 你别说我觉得阿尼 这里突然上墙蹭了一下 是 有失误的话 安诺这边想起来到 一带二 是 那淡气方面的话是阿尼有游戏的 已经又没按到 而且路线歪了之后 表出来虽然没有出现太多的失速 但是已经掉到第四 对 好在的话 时间上没有落后太多 可能是开弹 而现在阿尼身后身前都没有什么阻碍 对他来说的话 只需要延续好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 三百二十五的速度慢慢降下来 远飘 阿尼在后面这个甩钻没点到发现 批三年五了 前面阿毛也开始被捕捕到了失误 对的有一点点小拖 在一点四二点六 大家的成绩都不是很快啊 在这局失误都比较多 看来是太久没有跑失译成了 阿尼的话也是来到了三秒以内 拿下这个第一 阿毛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要看子连能不能进这个九分 对 阿尼已经来到了一秒以内了 但是子连还是在横潇当中啊 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充现情况了 最后的充现时间 一分四十几分 这一局哈雷特 KZ赢一分 嗯 哎其实差不多吧 这样看就差不多了 嗯 大体 选选择拳还在KZ的手里 是的 就要感觉这一把其实对于阿诺来说失误挺多的 虽然说其实视角不在他的身上 但是从最后的完成时间来看的话 确实也不是特别好 嗯 弹射出的输入有点多 一star来选的话我才想哈 他们选 选子连的图嘛 选择拳是DM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但他们其实在2V当中挺少选这张图的 嗯 因为现在比分 半平嘛 他们这第一手选途 要看一看 他是第二手选途 哈雷特林跑到底 然后要轻的话其实 有给他挺多食物的不然 跟个十分甚至于反超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就如果说你跑个四七的成绩 嗯 但是现在双方的话基本上赛车就持平了 嗯基本持平 对 第三手选途 这是一star 看一下 选到的 西梦 哦 其实也都是老几张 球季赛到现在为止的 就是选来选去就是前面几张会出来的就是这几张图 其实一star还有张王图啊 海冰之眼 哎海冰之眼也是 这一局先看起步吧 哎安妮直接上墙 是 那几七要看几点了 几点冲出来了 没问题 他都跟他很紧 哎阿宝有失误啊 这二国上车 看落地 两个路线都很接近啊 是的 哎呦 这边跟着跟着他已经自己撞到了右墙 这个点飘出完太快了 那这样的话就把子电给送出去了一小段 路线完美 前面子电磕了一下 阿诺有所拉近 0.3 其实还有机会的 但是自己这里 出完又脱了一下 嗯 就 感觉状态一下子起来之后 又突然皱减 感觉泄气了 没有一鼓作气啊 而子电 路线很好 是的 阿诺也跟上来了 但是阿毛2.5秒 在第二圈的时候 事物有点多 最后重演时间1分13秒88 很快啊 差点刷了 0点 这一局是 哎 阿诺还跳了 哇 再进入到 最后两张图 高兴图 先来一首熟悉的苏格兰场 高兴图现在3分 3分其实也还可控 嗯 只要下一张图拿分 嗯 而且选拖却还在自己的手里 看一下对于KC而言想打什么吧 而且现在也没有把 就是选拖的范围缩得很窄 可选拖是比较多的 可选拖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次搬的困难图 其实也就只有一张老街工地 是的 而且分差也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其实 都可打 三分 三分 孙悟空也都没有打嘛 所以感觉这个孙悟空是要留在霍北特之旅去尝试着打一打吧 其他的三四星图也打不了 一斯大这两分双68啊 子林这个状态真的是越打越好 看这对于一斯大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阿妮我不能够出现的时候 但是子甸能够站出来 他不光是可以担当到一个稳分的角色了 现在对而且他重新的成绩还快 还能跟对面的人拉开一些差距 空港 这么快上吗 这是要决定胜负了 想要看一看子甸你究竟能不能够在最困难的图上面稳住 看一下 KZ确实他们有的时候会做出这种选择 第八张图就来先决定胜负 能赢就赢 不能赢的话那就算 起步子连稍微落后一点点 这人交汇阿卜士先冲出来了 是阿诺要更快一点啊 阿卜士有个WCW哼的都没出来 没沿上跳太高了 那前面阿诺跟阿尼两个人在一二号位 看一下阿尼这一局的后追要怎么去追 看前面会不会给机会了 空港站图也还是不好吻 30秒的时间大家跟着都很近 而子甸这个1.1秒和阿卜也不会有态度对抗 当然如果说出现失误的话你会来了 几下的力道挤开 对 这是明显的路线反超 阿诺这个弯道拉得很快 子甸后面顶了复位 复位之后这段路只能平跑 因为他没有氮气 没错 三秒 三秒多后 单喷 阿诺这段路出现失误上墙之后 看这个ECU的释放 阿卜也上来了 又是和刚才的11成很像 ECU按不到 但还好是阿卜可以补位 阿诺的位置其实也还是挺靠近的 没错 而且KC两个人现在还是在一秒以内的 前面阿尼非常的稳定 来到室内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阿尼应该是能拿到这个11分的 后面的子甸节奏也不是很好 是的 那这一局打完 分差还不一定啊 好像霍比特只有机会出啊 还有一个第九局 对 先看一下分数 1分20 11分 后面双十 紫巾7分 18 20 2分 还有1分 是的 而且选择权仍然还在KC的手里 那我觉得相对来说 就霍比特了 霍比特吗 可以在就就 往前哨一下 是苏格兰场 苏格兰场 嗯 霍比特之旅的话 分析分析为什么 就我觉得他在第8张图选出了空港 那我觉得就不会以五星图为主 所以我感觉苏格兰场的概率大一些 感觉苏格兰场 对 看一下吧 看一下你感觉准不准 就感觉反这个比赛的基调法高的是吧 但主要是现在只是1分了 如果说该是3分的情况下 你决定空港我觉得可以理解 就是搏一搏 对吧 现在搏到了2分 仅差1分 那需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拿自己最擅长的赛道 去拿下这个11分就够了 对吧 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搏个苏格兰场 那空港白搏了 可能搏的是自己的意外性了 对 那空港真的就有点浪费了我觉得 这难得打出这种好效果 虽然说苏格兰场也行 因为反正怎么打都是同车 自己的王图嘛 嗯 11 10 17 这一局也得亏是真的是抓到了此边 嗯 针对到了 但其实感觉风险很高 这空港确实 对新人来说还是有点点 难的 就是新人的质检图嘛 嗯 他们能跑得快 嗯 你说让他们 跑个两三把 跑个二五 我觉得还是能跑到的 是的 但是实战当中 你要随时随地保持的 能跑出这么一个好的成绩就太难了 是 而且这张图的话 阿毛和诺其实也是有点小着急的 只是最后稳到了十分 嗯 苏格兰场 阿毛开到了 哎呀 孙悟空 这个感觉是真的准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吧 自己能不能够把握得住 嗯 就享受的是这一时的痛快 是的 选途这一瞬间的痛快 是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得看他们 能不能把握得住吧 好 多开他孙悟空 看一下这样的孙悟空 跟狼狗军体比起来能怎么样 阿妮后面抢过来 没有抢到 阿多先冲出来了 而且阿毛也上来 对 这一局起步的优势 是在KJ的手里的 坦安 阿妮这路线很好 但是有点小拖 紫甸跟在第二 去追这一辆哈雷特 其实不好追 是的 而且前面阿毛 也是拦在阿妮的时间 前后夹击啊 阿妮的这个路线很贴墙 很贴 阿毛已经快超了 自己上墙了 提前入彎之前的角度就不对 对 而且这一贴的话 贴的已经来到了两秒啊 那这个调性已经算挺快的了 还是孙悟空 那这个阿妮跟紫甸两个怎么办 让一下吧 这里挂上的 别让 让啊 这样都能让的吗 让出去了 但是二连弹过后 后面的阿毛也慢慢跟上来了 这个局 KJ就是要拿第一 必须得拿第一 而且得赢两分 这一个出完 阿妮太快了 十四点已经出来了 但是想要破棋 是没那么容易的 毕竟后面还有个一 对 那现在 KJ需要做的是什么 不仅仅是阿妮得拿这个十一分 阿毛一定得把紫甸给抄了 对 但是紫甸仍然是领先阿毛一秒的 一秒啊 好 这张孙悟空用出来 稳定性还没有 藍波西米高 对 而对于阿诺来说的话 这一把确实发挥的还是挺极致的 弹吗 弹吧 富贵行中求阿诺 一弹 二 快出 在哪里接小柯一下 阿妮也来了 有机会吗 没机会 十一分能给阿诺拿到手 但是 阿毛看一下 还十一分 那我们还是得恭喜E star 依然保持着自己第三天 二位百分百胜率 是的 又是一分 又是一分 可惜 第十局如果有的话 那也不会是霍比特了 那霍比特应该还是有 孙悟空 对吧 孙悟空要打了 而今天E star领先的这一分 就是最后这一张图 紫巅领先阿毛的这一分 是的 阿毛确实在这关键时刻 没有能顶得住压力 确实 反而是紫巅 选择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蓝波基 你在这一张地图上面跑 对的 稳住自己的节奏 跟住分 就够了 而KZ这边 现在的选择就是 相信 想要让阿诺跟阿毛两个放开手脚 去把这两分给驳回来 因为从刚才的空港就看得出来 一下子追了三分 而且想打个赛车场 对 但苏格兰场的赛车场 不是那么好把握的 不是你想打就能打得出来的 我们还是得再一次恭喜E-STOP 三天二V结束 紫巅跟阿尼这个组合 已经是百分百的胜率继续保持 是的 继续加油 还有两天 能不能够保证自己的百分百 还有两天 是谁啊 哪个队跟阿斯基 对 我觉得他们这个状态是有机会的 嗯 今天KZ的这边第一名的抽签率 其实也不低的 一分 哇 来到RUN9的模式啊 确实能够感受到 大家在第七局上面的一些选途想法 以及来到了困难途之后 大家要怎么去做一个防范 你看这个空港加苏格兰场的二连打 但 还是其他一刀 就你刚刚 哦 啊 这 你 你的